那个又在哪 步骤凑 好随便吧 就这么花了 小王叔的朋友们大家好 上次发了一组蝴蝶妆 今天给大家还原一下 不确定能不能完全还原 因为化妆也看一个手感 我今天化完妆一会儿还得出门 所以先做个方式 我想拿个挺流海的步骤凑 先把流海加碎 肯定大家都不相信 上次那个妆是我自己化 头外也是我弄的 我不太会用那个卷发棒 然后我是头天晚上 把头发分成很多小辫子 编起来的 然后第二天拆 拆开就是非常自然的那个卷 一个这个紫色的隔离 调理一下那个肤色 上妆会让她皮肤看起来 更透亮一点 打底了 今天用一个粉霜 我其实进剧组 就不太会带很多化妆品 所以我没有带彩妆带过 就拿一个气垫里面的粉 把它打印一下 画个眼妆吧 眼妆就背盘眼影 在盖子中没有太多了 这两个给上眼皮 打个底就行了 好 随便吧 就这么画了 其实就是让你的眼睛 看起来深邃一点 下眼影可以用红色和这个 混一下 它在眼界这个位置 你们仔细去看那组照片 会发现我眼妆 其实画的并不重要 眼睛底下已经加了很多 花里胡哨的东西了 如果眼妆在画的重眼的话 整个妆面看起来没有那么清透 但是我这次眼妆有一个 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在眼尾 各加了一簇假睫毛 当是眼线能够把眼睛拉长一点点 夹一下睫毛吧 我最近加睫毛 加得比较越得心一手了 现在化妆师也会让我自己加睫毛 我已经被他们承认了 这个加睫毛的技术 我的睫毛是那种很容易塌的 所以我还会用一个这个小牙羊 把睫毛膏涂了再烫一弹 现在的睫毛膏都太好用了 刷出来就是那种根根分明的 等会洋花睫毛再烫一下 OK 眉毛就稍微整理一下 就洗脚带 不整理完就这样了 接下来化个腮红 我记得我应该是两个腮红 叠加的 拍一个是偏橘一点的颜色 我们其实拍那组照片 那天是第一天 这腮红可以稍微打重一点点 不然的话不行 刷一个高光满 在鼻头上面是 这里上一顶 再来一个侧影 这一盘里面有两个颜色 扫一下侧影 画一个口红吧 拿一个前面 颜色先打个底 我来提一下中间 蛮好看的 这个装片基本上呢 就是完成了 上次我画那个装饰 用了很多小道具的 我在网上买了很多装饰品 干花还有蝴蝶 但是因为我今天要出门 我就不贴了 看一点 就这样吧 小红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盡量